第164集 因为这是雄极邪 所以扬气甚旺 专门对付像石鬼兽这样的鬼怪会晤 这下石鬼兽是一下跳到一旁不敢靠近了 我趁机回头看了一下 张星宇已经跑得很远 所以也开始慢慢地往后撤退 我心里很清楚 这里有雄鸡血的味道 它不敢靠近 一旦我退出这片区域 它肯定会对我发起攻击的 所以心里特别紧张 居然连那张黄符也给忘了拿 落在此碗附近了 果然 当我退出鸡血区20来米之后 石鬼兽终于开始行动 它朝着逆方方向绕过鸡血区 然后朝我飞奔儿了 我连忙弹了两下墨盒 它闪开之后继续朝我扑了 我只觉得我全身血液好像都冲胀到心脏位置 好像就要仗破一样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而石鬼兽的身影也猛然变得壮大许多 铺天盖地朝我压了 我完了 是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完了 可就当那个石鬼兽眼看着要扑到我身上时 一个仓促刺耳的乌乌叫声传来 紧接着一个身形一闪 将石鬼兽撞到一边 我赶紧趴起身是童谣 童谣将石鬼兽撞到一边之后 翻过了一圈退到我的跟前 而石鬼兽更是疯狂的 发出低吼声 脸上的皮紧紧皱着 露出阴森白芽 哟 走了个老鼠经 我还没口福呢 这下又来个狐狸经 好啊 又把我的食欲勾了起来 石鬼兽露出贪婪的目光 直直地盯着童谣 看来他已经把目标从我的身上移到童谣身上 吁吁 我就赶紧摊了两下墨盒 因为距离近又摊得突然 他没能躲开 正中他的肚子 嗷得惨叫一声 他就翻过两下跳到一旁 然后更是恶狠狠的来回看着我了 我可不客气了 石鬼兽说完他的尾巴一下竖了起了 然后如同孔雀开瓶一样展开了 还闪着白光 宛若一把搬扇着 并发出速速的声响了 你退后 童谣看都没看我 就喝道 这让我脸上一热 安详我一个大老爷们 以前总让唐师傅救我也就罢了 现在学了本领 还让一个女子相护 这未免有些丢脸了 虽然她不是普通女子 想罢 我就走到她跟前 然后拿着墨盒 说我不走 她这才看了我一眼 皱着眉说 你想死 我愣了一下 童谣此时跟我说话的态度 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又像是怪罪 又像是呵斥 让我一时没了主意 别拖我后腿 她又训斥我一句 最后还转过头 紧紧盯着食鬼兽 我才没拖后腿 我承认 她刚才这句话 确实是伤到我自尊心了 以前多少次 都是自己拖唐师傅的后腿 你俩今晚都跑不了的 食鬼兽说着身子一扇 居然朝着一旁跑去 而她身后 那把扇子则变得柔软很多 像随风飘动的柳絮一般 不断挥洒着星光 围着我们转了一个圈后 那挥洒出的星光就在 她跑过路径上空 形成一个硕大光圈 将我俩圈在里面 而后食鬼兽的那张脸也慢慢变形 人头是逐渐变回了狮子头的 张着一张大嘴冲着我们吼了两声 声音穿透力极强 震得我的心都发动 让你跑你不跑 这下好了跑不掉了 童谣埋怨了一句 然后让我往后退了退 同时警告我 千万别太靠边 那个光圈不能碰 碰的话会吸食我的灵气的 成了精的白虎 不错不错 吃了你 我的修为得增长多少啊 食鬼兽说着就朝着我俩走了 我赶紧用磨合朝他弹了几下 但是他脸庞的长萌萌的变老长 抵挡住磨合弹出的黑线 这下磨合算是废了 而磨合也没用 我还能发挥作用吗 当然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